接着环保衣食抬头 选择不吃动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舒适文化跟着日新月异的逐步崛起 这次228年假当中会有风靡全台 有一群年轻人所创办的无肉市集要来到花莲 倡导环保爱地球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要提供给民众更多元的舒适新选择 风靡全台的无肉市集 先前在脸书上发起票选 邀请网友投票选出下一个摆摊地点 没想到却引起花莲乡亲的热烈回响 以415票获得第一名 呈现出对美食的渴望 无肉团队为了履行承诺 也特别和慈激大学合作 将在228年假期间 透过论坛 料理分享 音乐表演 市集等方式 带给花莲乡亲全新的蔬食体验 其实花莲吃素的人真的很多 而且肯支持我们的也很多 吃了几次花莲的食物 蔬食的食物 我觉得它是挺有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干面或是制素餐类的 那我们所带进来的可能比较新形态的 比如说全素的植物饮食法 就是说吃植物的部分 然后就是比较新形态的 让大家可以感受不一样的饮食风格 一般人对素食两个字会有恐惧感 会有一个塑料味 或是说一个油耗味 其实只要过程的处理程序是对的 它其实味道是很自然的 比如说你会吃到蔬菜的鲜甜味 跟你想的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对身体的话也会比较好 无肉市集的话 它是裸麦裸妆的一个纯素的市集 它推广的层级会比较高 那我们这次刚好到花莲去跟实际大学 做一个联合的合动 然后希望花莲这边有吃素 不管吃素或不吃素 可以一起过来同乐 记得自己带自己的环保餐具来 一根根棒棒腿在油锅中翻滚油炸 直到表皮呈现金黄色 才起锅进行分装调味 这看似鸡腿的东西 其实是用豆包做的 而对于这种新奇的蔬食料理 往往可以吸引到许多蔬食者排队尝鲜 这次无肉团队在2月2728 一连两天 也将在慈激大学举办蔬食活动 除了要传递对地球的关爱之外 也希望能满足在地素食者的味蕾 有兴趣藏钱的民众 也不要忘了自备餐具 在28号下午3点 前往慈激大学以探究竟 记者 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